美国国务院在13号公布了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国务卿希拉里表示 中国的宗教自由度在去年全年整体下降 而在今年这方面的问题更趋严重 对此宗教人士表示 中共想把所有宗教都管起来 只要觉得不受它控制 它就镇压 是因为中共崇拜暴力与枪杆子 不相信信仰的神圣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谈到中国时表示 不同的宗教团体都可能受到中共政府的干预 他说西藏的佛教徒 新疆维吾尔族的穆斯林 以及各地的基督教家庭教会 全面承受中共政府试图限制他们的宗教活动 基督教人士 自由作家崔爱宗对此表示 中共政府想把所有的宗教管理起来 变成它的一个部门 他估计中国信仰基督教的人数 大约有7000万到8000万 但多数是不被官方承认的民间团体 他都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宗教的这种组织都控制起来 但事实上他控制不住嘛 客观上形成了两种 一个是官方登记的 一个是民间自发的 没有官方的背景 到外地去传播基督信仰 肯定会受到当地的阻碍吧 达赖喇嘛宗教基督会董事长达瓦才人表示 上千年的西藏佛教有他自己的一套制度规则 却得按照中共的要求改变 当发现西藏佛教不愿意做出改变的时候 中共就采用暴力镇压 达瓦才人分析 由于中共不相信信仰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 加上中共对暴力的崇拜 于是习惯用暴力镇压 他认为任何的事情 他只要有枪杆子就一定要听我的指挥 包括信仰包括神鬼 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受他的支配 这就是有信仰的人完全没有办法调和 完全没有办法共同的原因 所有的血腥的镇压 所有的侮辱 所有的血都是从这样一个根源上产生的 达瓦才人认为 中共的镇压又有欺骗性 他对国际社会是一种面孔 对内则是血腥的镇压 他把信仰宣传成与乌衣神汉同类 迫使西藏人攻击自己的信仰 僧人攻击达赖喇嘛 如果藏人有保护自己的行为 都被挂上分裂的帽子 达瓦才人还表示 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要想真正强大 必须要有信仰 不过中共对法轮功信仰的迫害 已经不是一般的宗教迫害 追查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表示 他属于群体灭绝性的迫害 他所犯的是穷体灭绝罪 反人类罪 酷刑罪 成千上万的 无畏技术的法轮功学员 被迫害致死 致残 致杀 始终含有更为惨烈的是 把法轮功学员作为活的器官的来源 作为活的人器官库处理 汪志远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 人权组织 正义人士 立即站起来制止这场 还在中国发生的邪恶迫害 汪志远还表示 追查国际对迫害法轮功的 一切组织 机构和个人 都将追查到底 新唐人记者梁新 宋风 萧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